这几天上海还没有出煤 但是你焦育的却是暴力煤 就是现在气温特别的高 天上下着的是开水 这个天气可能还要持续几天 那在这样的暴力煤天里面 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反馈的 所以尤其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在这个天气会面临一些疾病的困扰 所以在每雨天里面要做好哪些工作 防止身体出现不适 首先来讲保持干燥 这是肯定的 特别是衣物 衣物要保持干燥 经常的吹风吹干 最好家里买一个烘干机什么的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脚步 这个夏天都穿拖鞋或者凉鞋 在外面走了采到水也无所谓 是吧 但是回家一定要清洁 为什么呢 这个天气 这个雨水上会带来很多霉菌 导致脚险 这个脚气脚险 很多人说我平时没有这毛病 但经过一个霉雨剂以后 身上都染上这些病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 当然另外就是这个 风湿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这个关节啊 腿关节 肘关节 手关节 到处关节痛 全身到处痛 这就是风湿带来的 那要抵御风湿 当然是从嘴入口 入手了 特别是吃方面要注意 海鲜啊 辛辣啊 都要少吃 所以合理的膳食呢 也是重点的 当然说到吃的时候 就不得不注意 黄梅天里面 最容易引起的是肠胃不适 肠胃不适呢 导致跑肚啊 拉西 这些问题都很多 所以呢 时不时的 备一些肠胃方面的药 以防这个 真的出什么问题 这个上下班 路上发生这个 跑肚拉西的事情 真的在都市里面 蛮尴尬的 jakiś的肠胃吮